五年过去了 她和她的丈夫又重新拿起了麦克风 她叫林雪如 是一位家庭主妇 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夫妻俩酷爱唱歌 曾在各种大小歌唱比赛中 拿过无数的奖项 夫妻当然可以这么说 也是还代表马来西亚去亚太区歌唱赛 还参加过2013年的SRO歌唱赛 然而回想起之前的经历 她还是禁不住落泪 一开始我有弹尿病十多年 开始打针那时候打很高 二十多unit那个针 就这样子带了很多病化症来 生不好咯 就来一个这个SLA红斑蓝蝉咯这个 然后就全身瘀血啊 有瘀血跟血浓 全身肿啊 很痛的时候不会走路就躺传了咯 八九坎的楼梯啊 爬都要爬半个小时 遵也不能遵 全身肿到完 还有一样就是啊 便秘啊 用那种那种药啊 药物来来蹦出来也蹦不出 时常经厌院 那个肾指数标高标高 标到差不多要到两百点哦 还有啊 这个肾块哦 就小便说流失很多蛋白质哦 流失蛋白质就是小便说很多泡泡 用水冲都冲不掉的那种泡泡 记忆力已经衰退 家里人都都不愣的人 吃饭也不能吃 冲凉也不能冲 驾车也不能驾 甚至不轻 真的我是谁有事他都不愣 我就在家都没人 载他出去啊 这样子买东西啊 回来我就帮他弄东西啊 煮粥啊那些哦 然后他也不会什么吃东西 我就喂他吃了 整夜没有水 一直在那个阳台那边 每一天都是这样子的啦 我爸爸也是跟着没有水 也是慢慢瘦下去哦 我整个人很消瘦 他也比我还瘦 真的很痛苦那时候 我第一个想法 想到死掉还好啦 没有办法再活下去哦 这样痛苦 一个个啊 全家人都喂了我的病啊 整间家都乱了啦 整间家都做厨师了 他也没有办法去做厨师 就在家煮饭给我喂我吃 然后去读大学那个工程师 他也没有心要考大学 小叔那个大的女儿 他也每天就冲着回来看我 因为他担心我又突然间 晕倒在家 什么专科医生都看了 腰子也看了 SLE的也看了 他把医院当成家了 家里是当成旅店 住院就住到八天九天 回来家里呢 是不超过三天的 又要进医院 这样子的情况呢 是半年 有半年恶化 一致恶化 他也跟我讲过 他要很想从楼上跳下来 我讲你不好做这种傻事 每一分每一秒啊 就不厉害啊 要只要看着他这样子啊 不要给他 给任何的伤害这样子 我跟我先生讲 我病到这样 我已经好像没有机会再出来了 让我再最后一次出来 牵我出来走 走劫好不好 我就叫我先生扶着我了 去desco走咯 走desco 就遇见一位师姐 他就叫我过来 他说 你太太是不是生病 我讲是 她生病 很糟糕 他讲不如这样 你带她去走八卦 他就跟我讲 你明天早上 你带她过去 每天都有人在八卦点走了 在博德森 这样我就回来再想 这边看都不会好 那边看又不会好 恶化不错了 第二天早上五点 我就赶快就爬起身 叫着我太太 走 我们来去走八卦 那时候很忙 走到很忙 不会走 我又叫我先生不要胡 我自己走 回到家 就一个很 就很奇迹 就已经辨毙了 八天九天 我就一回来就吸散厕所 那时候就 这样多天没有拍 我拍了两粒分辩 拍了两粒 然后就下午 又排了五六粒这样 到了往上 我就排很多出来 就通常第二天 我去走八卦的时候 就好像感觉到 比较轻松 第二天走 也是一样排三次 也是回来就排便排三次 第四天走八卦的时候 可以走很快 好像正常人这样 短短几天的八卦内功体验 让她看到了希望 就这样 她每天坚持 走了三个多月 我太太走这个八卦 有好转 有气不整 然后医生也说 怎么你的腰指数 这么下到 好像普通人 像七十九 怎么可能 没有可能的事情 那个蛋白质流失 她讲 没有可能会这样快好了 就问我 你们吃什么药 我们讲 我们没有吃药 我们是 X菜 什么X菜 我们给她讲八卦 她讲真的 你们继续 继续下去 很奇迹 八卦内功 让她受益良多 给了她希望 更给了她信心 她紧接着 又参加了菩提禅修 八天半健身班 就看到她的精神 慢慢地好转 就在那八天半之中 整个人变得兴奋起来 讲话也有力气 在学健身班的时候 那时候她的病情 一天比一天的好转 每一次去复诊的时候 医生都是讲Good 在红班蓝餐 她每一天服药 一定要15粒 就行了 八天半过后的 健身班 然后又去复诊 然后医生跟她说 你要不用吃这么多了 一直减到6粒 然后过后 两个星期又再去 你不用吃6粒了 你吃一粒就可以了 现在的糖尿病已经受控制 也是6啊 7啊 8啊这样啊 也是有打针 不过我打很少了 以前每次打20多unic 现在打10unic 医生验说 你的鱼血不见了 还有就是 她的气概 原本是 不近了那个时间 要打那个针的 打一支针 要打两支 一支是3500块 那天回来 怎么 我就问我的孩子 谁人在楼上 跑来跑去的 妈妈啦 我说 蛤 可能嘛 真的看她站下来 真的是很快 就上去 又又下来 一直上下上下 拿东西 现在好了 我还会隔餐比赛 跑去比了几场隔餐比赛 还拿了奖 我想都不敢想 我还能够再回到我从前 这个开心的日子 整个人是托胎换骨 让我又重生 我觉得我很开心 她能够有这个奇迹 我们不要再放心 她的病情 她的生风 她会健康回头 我很开心 因为快好了 过后 我们就比较 没有这样有愁 就可以做工 可以养他们 现在你看她的身体 她都健康 终终地恢复了 那天还来 在我们那个中修 中修晚配的时候 也在我们常常 呈现了几首歌曲 跟大家一起跳舞 跟以前比起 真的一个天一个地 现在 他们无论走到哪里 都会把禅修 与健康的杂志 带在身边 就算去餐馆吃东西 一大人也会派站着 跟他讲 一起走 阿冠立功 我都走好掉 我都走健康掉 然后他们天哪 也会去走走 走了 他们讲 有效果 有效果 他们又继续走 看到人家 走到健康 很开心 跟我们说 这个八卦很好 真的是开心 看到人家健康 这个是有钱 买得到的开心 我都会见面 我把情话唱在四日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